其实说到娱乐圈很多的女性撞脸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,只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位了,跟baby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,但是却跟baby气氛相似,两人还张差七岁非常有意思。 他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阴影杨雪,杨雪长得跟baby有气氛相,要是不说的话,还真傻傻分不清楚,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,一样是浓眉大眼。 不过杨雪的给人的感觉更加的女强人,气质上更胜一筹,而baby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的小女人模样,值得一提的是杨雪曾经比范冰冰还红火。 当年出演了《小鱼儿》《鱼花无缺》这部剧的时候,艳患女人成为了观众的童年阴影,像比大家还记得那个为了权贵不择手段的江玉燕吧? 剧中的范冰冰完全没有存在感,被杨雪碾压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杨雪没有像baby一样嫁给了帅气多金的老公,而是在最红的时候,下嫁给丑老公。 很多人以为杨雪的对象一定是高富帅,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,她的老公相貌平平,不过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,主要还是对杨雪百般疼爱。 如今的杨雪也有了自己的儿女,一家四口生活幸福。 据说杨雪虽然半引半退,但是最近高调复出,这才有了前面跟baby的对比。 虽然杨雪比baby年长八岁,但是不管是气质、颜值、还是演技都能力压baby,只不过是流量没有baby多而已。 你,还记得她吗?